5月2日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意见书草稿外泄,显示最高法院将推翻1973年攸关妇女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判例,引发轩然大波。 5月3日早上,美国总统拜登首度公开回应了此事,强调堕胎权是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 他发表声明呼吁全美民选官员站出来保护女性堕胎权利。 拜登还表示,2022年的中期选举需要选出更多支持堕胎权的国会参议员,并让支持堕胎权的国会众议员站到多数席位,以通过联邦立法的形式确认女性的堕胎权。 罗素韦德案是美国历史上将堕胎合法化的标志性判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证实了法院泄露的罗素韦德案判决意见草案的真实性。 同时,他还称,以指示法院对泄密的来源展开调查。 5月3日,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离职人数累计约为630万,继续保持高位。 职位空缺仍在增加。 其中,自主离职的员工人数约为450万人,较2月份增加约15.2万人。 与2021年11月份创下的历史新高持平。 同时,美国3月份有1,150万个职位空缺,高于2月份的1,130万个。 2021年,由于人手或资金不足,超过75%的美国医护机构不得不限制入院人数。 超过300家疗养院关闭,使近1.3万名患者失去医疗场所。 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期间,超过40万名员工离开了长期护理行业。 美国全国地产经济商协会5月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季度首付比例20%的二手单户型住宅月供升至1383美元,同比增加319美元。 按揭贷款月供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18.7%, 高于去年同期的14.2%。 与此同时,二手单户型住宅价格中值同比上涨15.7%至368200美元, 增幅高于上一季度的14.3%。 协会调查的185个大都会区中, 70%的房价涨幅达到了两位数,高于上一季度的66%。 5月2日,据CBS新闻报道,加州政府及地方卫生官员呼吁, 不要使用在加州海岸捕获的疑贝、隔离和所有善贝, 因为这些贝类的毒素含量达到了危险水平, 可能会使人患上严重疾病。 文图拉县环境卫生部门说, 由于一种可导致麻痹性贝类中毒的有毒物质达到危险水平, 对消遣性贝类捕捞所得的一倍的年度检疫规定已于周日生效。 这项检疫适用于公众在加州海岸上任何地方所采集的所有种类的一倍, 但不包括商业捕获的贝类。 官员提醒,消费者不应使用消遣性捕获的贝类, 因为在文图拉县海岸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显示, 这些贝类所含的软骨藻酸含量已达到危险水平。 如果不慎使用这些贝类, 可能会导致麻痹性贝类神经中毒, 这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烹饪并不能破坏毒素, 检疫要求将至少持续到10月31日。 根据印度气象局数据, 4月份印度西北部和中部的平均气温达到35.9和37.78摄氏度, 为自122年前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受高温影响, 印度的小麦产量遭受严重打击。 此外,高温还导致印度的能源短缺, 印度约75%的电力来自煤电。 高温天气人们大量用电导致印度煤炭库存量急剧下降, 一些地区不得不每天停电9小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 印度将是受气候危机影响的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5月2日下午, 中国兰州野生动物园一观光车失控测翻, 部分人员坠落至排红道。 事故已导致16人不同程度受伤, 并送往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接受救治, 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有4人经救治后出院, 其余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后, 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以及动物园所在地均派出人员组织救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